那么同时大家可以看到 《围绕展厅一周》的这件作品 就是来自上海的艺术家沈灵浩他的创作 那艺术家本人也在现场 让我们把话筒交给他 让他来聊一聊这件作品 沈灵浩 谢谢邱昀 大家好 我是沈灵浩 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做《梦的句子》 其实这个作品的源起 是因为我一直以来有一个记录梦境的习惯 这个习惯其实维持了差不多十年左右的时间 从我的本科开始 就尝试去把自己每天做的梦境记录下来 这里面这件作品中 大家可以看到墙上的文字 其实有很多是我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方做的一些梦 它其实是一种 我觉得对于日常生活的一种投射 但是内容非常的不一样 其中有不同的情节 不同的人物 不同的事件的发生 所以在这件作品中呢 我尝试将所有的 出现在我梦境中的事件 人物和一些不同的故事 全部汇编在一起 形成一整句 一整条连绵不绝的文字 它看上去好像就像一个梦 但它其实同时是非常多的梦的一个集合 所以当观众跟随着UV灯的光 去阅读墙上的文字的时候 就如同进入了我的梦境 而这样一种状态 其实就是一种 我觉得是我通过一个个人的 私密的一个记忆去唤醒 大家对于梦境的一些 共同的一种感受 而大家可以看到 当UV灯照到文字的时候 文字会发出淡淡的荧光 然后又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掉 所以当观众完成了整个阅读的一个行程 大家回望最初的文字的时候 其实文字就消失了 这是因为我在记录梦境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当我们清醒过来的时候 其实梦境的记忆就会从我们中的脑海中失去 所以梦境的记忆只会停留在梦境之中 当我们清醒过来 一切就如同我们经常说 黄粱美梦 一场美梦 而在这件作品中还有一个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是我使用这样一种感光材料的一个技术 其实感光材料 其实我已经做了也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我为什么如此地着迷于这种材料 因为我觉得感光材料 它本身有一种对于时间的隐喻 它本身形成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性 叫做流光现象 大家可以看我身上的这件衣服 大家看到我现在我的手掌的印记就会留在感光材料表面 并随着时间慢慢地消失掉 我觉得在这件作品中 我所使用的这种感光材料 它体现了一种时间的这种过程感 或者说它是一种会渐渐消失掉的一种状态 而这就和我们身体对于记忆的一种理解是一样的 它会随着我们的生命的不断的年龄的不断的增长 记忆会变得逐渐的稀薄 也会随着时间而慢慢地忘却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的整个衣服已经慢慢地消失掉了 它就像时间一样 所以在这件作品中 我也同时使用了这样一种材料 因为我希望我的作品会随着时间慢慢地消失 那么